預備 走 走 旋律煙火劃破一晚星空 基隆中元季29日晚間11點 在基隆望海巷舉行重頭戲 施放水燈頭 各中心會水燈頭依序點燃 救難人員一個一個推向大海 民間相信火燒的願望 運勢就會越好 也象徵帶走民眾對好兄弟的恭敬之意 非常感動 我們寄了邀請函給所有海上的好兄弟們 希望明天一起來基隆共享盛宴 很謝謝所有合作夥伴們 還有幫忙的同事們 颱風要來的我們都很緊張 只有想到風條雨線 老大風跟好兄弟也在保護基隆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金融市消防局救難大隊 出動大批人員 協助中心會施放水燈頭 務必做到安全第一 基隆出動了救生艇四艘 然後義消還有警消人員 大概三十多名 那在協行的救難協會 也看到也來了三十幾位 那我們還配備了一個遙控室的一個 救生衣 然後來現場做整個安全的 警戒的一個作為 那其實在現場旺海巷的部分 其實它的流其實都會非常的滾絕 那因為外圍颱風的影響 所以它的浪會逐漸的一波一波的過來 現場現在看風平浪跡 而且是屬於退潮的狀態 那是非常利於放水燈 但是還是要注意一些突如起來的浪況 然後還有流的方向 都是我們現場警戒必須要注意的 現在的浪差不多五級左右 是算起來是蠻安全的啦 就是說等一下下去的時候 還是要有安全的裝備 然後才能夠更安全的讓他們回來這樣 一年一度的放水燈儀式 通常在中原普渡之前舉行 基隆中原祭放水燈已經傳承169年 傳統慶典也成了最具文化魅力的代表之一 記者黃少鳴 借用報導 謝謝大家